早上欢迎大家收看每次的视频 我是赵 那么这视频里面呢 我们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美国社区大学这个事 美国社区大学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我录视频不是过来营销大家的 是随便过来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说说一些中肯的一些看法和想法的 和我一些担忧的一些点 大家也都知道我上过社区大学 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这一点 虽然说你看我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 对吧 那你我自己本身的学位很重要 对吧 因为你你你你大学看起来 你自己你自己书都读不好 你怎么教别人呢 对吧 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我上社区大学当年 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甚至都不是非常可耻 或者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但是呢 他总有人想让他成为一个可耻的事情 社区大学的关键点是在于 他总有人想让社区大学变成一件非常非常可耻的事情 作为你张寒 人生中一辈子一个人生的污点 当然不是针对我 当然了 社区大学网上怎么骂的都有 职工技校啊 野鸡大学啊 野鸡大学 什么叫野鸡大学啊 我就是一只鸡啊 还是野鸡 就像就像就像 就像郭德纲说 余老师家养的 哇 养了好多野鸡啊 不是好听的词啊 对吧 我就是一只野鸡 所以我去了野鸡圈养 去了野鸡大学 当年我家的亲戚 我家里人 我妈妈家 家里人的亲戚 最大我去了美国以后呢 就跟我妈说 哎呀 你让张寒去的呢 就是野鸡大学 当然了 你把他送出去呢 他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当年反正就是家里的亲戚呢 往往是这样的 他呢 也不是说他不希望你好 但是你记住 他一定不会希望你 比他自己的亲生孩子还要优秀 这个东西可以理解吧 都是互犊子啊 都是谁哪个爸妈不疼 自己的儿子呀 对吧 都是一个家里 三世同堂 四世同堂 那家里难免就有个比较 就有个互相的 孩子孩子之间的竞争 大的环境 中国人 中国人这辈子活着是真的 大的环境 大的环境啊 上学有个内卷 我也最近才学这词内卷 小的环境 小的环境 一个家里人还要互相比 大成年人是比工资 你在哪个单位啊 你挣多少钱啊 然后到了孩子这一辈呢 就是你考什么成绩啊 哎呦 你考了90分啊 你看那孩子多聪明啊 你考了70分 哎呦 你的孩子多吃点脑白金吧 啊就这种的 对吧 你这个是不是道理 小圈子小圈子 家里家里人比 对吧 家里家里人比 都是互相攀比 这一辈子啊 全活在别人眼里了 那社区大学 其实让中国留学生 最痛恨的一点 让中国留学生 让很多家里人 其实最难受的一点 其实就是面子 其实就是比 就是比较 说白了 对吧 这事我就是给大家说开了 大家是不是就明白点了 是不是 去想想是不是这一道理啊 你这互相比较 当然了 中国的博大精深 把这个比较这个词呢 还给安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 叫什么 叫人活一口气 人活一口气 当年我妈就跟我说 人活一 儿子 咱人活一口气 咱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那十年以后 咱学给他看 我也上过社区大学 当年我 大家也都知道 我北京人 对吧 北京人没什么压力 至少我觉得我自己这是玩过来的 这是玩过来的 我记得我原来 早上七点四十 七点四十上课 两点半 三点就放学了 初中 没有也没有 我当年那会儿没什么压力 没什么压力 没什么压力 我记得放学了以后 哎呦 小的时候 咱北京的孩子都知道 好家伙 那真的是 哎呦 在那个梁林墙 都石头堆的 从墙上摔下来 哎呦 现在摔下 那我老胳膊老腿的 对吧 当年 当年呢 那那 七八岁 十来岁 十一二岁的孩子 正逃了 那从翻墙越岭 我真的是 从翻到墙上就折腾 自己打小屋子 没水了怎么办 没水了 撒放尿 什么 那孝顺你说了呢 撒放尿货泥 我撒尿 他货泥 那真是这么过来的 玩过来的 玩的没天为地的 连洗澡的时候 都 连洗澡都没有工夫 那嘎着窝 也都是小灰香味的 听上去 听上去 有点恶心 当年啊 当年 当年哪 当年的生活环境 哪 冬天洗个澡 可不容易了 跟我过来 一路玩过来 说明什么 也没好好上学 也没好好上学 得 这一路 这也没个大学上 也没考虑大学 也没大学上 都没参加高考 都没参加高考 我记得数学中考 中考那会刚改革吧 还是怎么知道 中考数学是150份卷子吧 真的 150份的数学卷子 好家伙 你拿我的卷子 你拿我这考的数学卷子 哎呦 您看不出来 这卷子满分100 满分还是150 还是120 因为他不管满分是100 满分是120 还是满分150的卷子 您猜怎么着 我永远就是那三四十分 四五十分 四五十分 你说这四五十分 我是150卷子考出来的 还是100分满分卷子考出来的 真看不出来 那小时候真的 就跟就跟那个 郭德刚才向上说的 真的很多场景 历历在目 好家伙 考考考个十分有一次 考十五天 那这怎么着啊 那这怎么办啊 回家那么十分 后面加个零吗 就变成100分了 老师让家长签字 好家伙 我这没少练书法 竟学着我妈签字了 那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这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我不知道现在孩子怎么着了 当年这真是怎么过来的 现在可能不好 不好蒙了 现在都有微信了 是吧 现在还有什么家长群 学生群 好家伙 真是 真是 真是厉害 真是不好骗了 哎呀 当年是就是玩过来的 所以呢 真是我记得 物理和化学 物理化学这两颗 加起来 好家伙 这两颗加起来 还没有我语文考的多了 语文好歹 咱至少120分的语文 我记得 咱好歹随便写一件 还能写个七八十分吧 我记得有一次老师 我就记得印象有深刻 我那语文老师高老师 我记得有一次高老师 下午三点半了不放学 你像别的省孩子 可能都没听说过 这个好家伙 我们那会儿就是 下午三点半 还是四点就放了 好家伙 我知道很多的 因为我在国外 很多小伙伴来自于 这个省那个省呢 他们都还这么晚自习 好家伙 晚自习不存在的 什么晚自习啊 回家都跟老爷子玩去了 下降棋去了 我们当年那会儿 北京小孩起来的 好家伙 这真是 那语文卷子 有一次我实际上放学 不想写了 我就是 哎呀 我不想写作 我说啊 怎么还不放学 我就把这一句话 不是要写够八百字吗 那一 我就把这一句话写了 可能 四五十遍 五六十遍 把这卷子凑够了八百字 这样 结果第二天就找 就找 就就让他找 找家长了 就是这么一不好学的孩子 谁都是有当年 不行的时候 谁都有当年不行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不就 上了个社区大学吗 当年要语言没语言成绩 要成绩没成绩 你社区大学吗 其实美国的社区大学 其实你想 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半天这个 其实美国社区大学就是这个 他就是给孩子 一个受教育的 一个再有一次受教育的一个机会 这美国的教育 其实 你说他开放吧 你说他灵活吧 你说什么这个国家 什么空气都是香的吧 那都是扯 说真的 为什么 其实为什么说扯 他就还是那句话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就我这种笨鸟 有的是 他社区大学 这就是一个衔接的一个过程 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里面人很杂的 你看岁数大的也有 岁数年轻的也有 他高中生有 四五十岁的也有 三四十岁的也有 或者是一边工作 一边上学的 有 有的是 一边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的 有的是 有那笨的 有那智商明显不行的 有 我都能看出来 有的是 社区大学 临辛四组 什么人都有 十几岁就来 社区大学了 那会社区社区大学 还有你看 高中 我高中也没上完 那会社区大学 还有高中学历了 一块跟他上了 高中学历 我这视频不是跟大家说 讲那个 我的这个童年的悲惨 遭遭遇 或者是家长眼中的悲惨 遭遭遇 我的心中的开心的童年 呢 避路过来 我真是一辈子玩过来的 之前我看那个罗元平的巷子 不是说于大爷写那本书叫玩吗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写那本书玩 我还真想看看 但是玩这个词 这在北京人的孩子心中很重要 说真是玩 让人家人都是跟老爷子玩过来的 你别说别的 你学习咱是真不行 就咱这辈子 游游咱会 滑冰滑雪咱会 开个海军车没问题 什么都会玩 钓鱼 净干着 瞎上旗 好家伙 那哪条找 条找站行 怎么玩都能在行 所以在美国也没少玩 各种的钓鱼 下旗 是吧 然后去公园 什么都有 所以说各种玩都玩过来的 我相信再度的 可能北京的 北京的孩子听我说这些深有体会 当年大半夜两点钟 跑到城里去翻城墙玩 还有沿着各种互动钻来钻去 吃街边上那个电烤串 多的是 多的是 当年都是回忆 哎呀 但是呢 你看最后 我这个研究生 毕业于这个 正在全球管理里面啊 老大的学校 这是全球管理里面第一的管理学员 零了的全球管理学员 毕业了 毕业了 写了三本书了 所以想说什么呢 想说真正 其实在美国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啊 真正要努力的 其实是大学和研究生 所以确计大学呢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作用 你没有语言成绩 没问题 你可以来到学吗 对不对 你没有语言成绩 你可以来到学 可以先录取你语言 我当时也是双录取 语言 先过来学语言 对吧 哎你也别说咱 咱当年各科各科不行 就英语好 啊就英语好 我 你你你没以为我上的是很差的大学吗 很差的初中吗 不是 北大副呢 北大副英语老师挺厉害的呢 英语 英语北大副的英语 101的语文 清华的李宗 这都是很很很擅长的点 那这现在有个概念 叫什么海淀六小强 当年哪有啊 当年我一 当当当年就这么上过来的 这这英语英语学挺好 好好家伙 英语学挺好 然后这一路就就英语 然后来美国这边读了半年吧 还是一年 就在华盛顺州读了半年一年 把这英语语言读过去了 然后接下来就上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有什么好呢 他可以同时上大学的课程 就你上的学分 是完全可以转换到大学里面的 有些人说丢学分 对 有 有这个现象 有些人确实说丢学分 有这个现象 那是往本州外转 一般本州内转 是不会丢学分的 有些州甚至是有立法的 那每个州 美国你把它50个州 看成50个国家就完事了 50个国家自己没闹到完 还要设一个特别行政区 华盛顿特区 所以其实51个州 按照行政权来说 你把它看成50个小国家 其实不跟欧洲一样吗 欧洲那二多个国家凑一块 那不跟还没美国大 还没半个中国大 对不对 你你你加州 你看这几个点 加州 加州你本身加州社区大学 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 好家伙 加州社区大学 全都能进 UC U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 那六所分校 对吧 保证录取 不是我们保证录取 我才不保证学生 人家当地 人家有那么一个规定 加州保证 社区大学一定能进 那些UC那六所分校 有一定条件 但是都是基本上 都很简单的满足 告诉你 没条件 那忽悠你 那官方的上期视频 你们官方的文件 我都给大家看了 那有一定条件 不能太差 你不能太差 你不能进去 不学无数似的 真能真诚玩也 玩玩进去 那能行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你 你 你加州大学 像UC UC的 那是哪个 UC Santa Barbara UC Santa Barbara 综排28名的 好家伙 我一看我都不敢相信 你想一个综排28名的大学 居然跟加州当地的 社区大学 有保证录取的协议 也就是说 加州当地的 社区大学的学生 只要申请 就一定能进 这还了得 这28名综排 有些学生拿的高中成绩 直接拿着托福语言 高中成绩 直接伸入 胜不进去 28名的学校 真的 真伸不进去 我都不敢打保票 如果选人进来 说你啊 我一定能给你 申请前30的 纵排的大学 美国纵排 美国本科纵排 男的呢 一个男在竞争上 商馆的严校研究 中的男在专业 专业性上 这男的点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 你看加州 我当年在华盛顿州上 上网了以后 我上了两年 上了 我笨 我真是个笨鸟 有人说 你是骂人 这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没有 我是我自己的 我就是那笨鸟 我是最最蠢的那个 就嘎巴脆那个 我当年就是 在华盛顿州 好家伙上了 就上了半年 一年的语言吧 三年 三年多 叭 转到tempo了 哎呀 转到tempo以后 转到费城以后 好家伙啊 看人 真的感觉进城了 从塞亚都到费城 这大城市 美国东航 哎呦 我没见过 但有一个理念 特别重要是什么 就是我从小啊 学是真的是玩过来的 真的是玩过来的 但是我们家老爷子呢 就是你们嘴里的爸爸 北京人可能叫你老爷子 就我们这老爷子呢 带着我 好家伙 横穿了中国好几次 那真是当年 很多人家里没车 没车 车没那么普及呢 当年就开了一个小Polo Polo 就大城那个Polo 就七八万的小车 当年小车 连屁股都没有 两箱的小 嘎巴碎的小车 就那车 现在想想后炮 120公里 当年那会高速 好多公司没修成的 有时候高速开着开着 扁着没了 监控 那会儿没监控的 那会儿 撤速 好多地方没撤速呢 那开着车 来中国一路下了 好家伙 哪都去过 我有印象 首先 首先三三五月都去过 这肯定的 对吧 三三五月都去过 然后呢 黄果树瀑布去过 去过地儿都忘了 不说 不一一吸气了 太多了 西大没去过 西大去了 怕回不来 就我们俩这身体 好家伙 你看我这头上 一毛不拔的 我爸的 我们家老爷的 那也是一毛不拔的 就是身体 那没招 然后哪的 受了新疆什么的 哪都去过 尊皇都去过 都去过 哪都去了 所以我就 从骨子里 我就知道 看开阔视野 看 多看个世界很重要 在美国也没闲着 开车自己 然后横跨 美国横跨了五次 每个周路去 阿拉斯加 没去过 除了阿拉斯加 哪都去过 每个周路去过 开车 不坐飞机 咱们下掉去了 那就是开玩笑 其实说真的 说真的 有一次真给破降 有一次打雷 吓得我半条命 好家伙 有一次从费城飞 飞回埃子中那去 好家伙 赶上夏天的雷暴雨 那个打雷 你们知道 德州老打雷夏天 好家伙 七八年前的事了 拓降在了三奥特尼奥的一个军用机场上面 好家伙 真是吓人了 我这差点要了半条命 飞机晃了 我都感觉 我的天 我赶紧 想想我那块手机没那么普及呢 那会我记得我拿了三星的NOT2 大家想三星NOT2 那是什么年代了 做的还不是像Market Air 做的是Market Eagle 现在都没那个了吧 好像 还不是 那旗下的一个 但是我就知道开车 玩了上百座城市 可能有上千座城市了 路过 每个都去 所以我知道看世界 多出去看个世界 多出去溜达溜达 这在一个学生的成长的人生道路上 特别重要 所以我现在大学上 我特别在乎这个 我特别在义这个 你学不学的 你不要太差 你至少把这个A减就行了 对吧 而包括B加也可以说明了 我从来不相信 那3.99了 全A家的学生 能改变世界 我很 我没那个理念 你相信我 那有些家长说 你这不行 我说那行 你相信我 你孩子送我这来跟我去 你不相信我 那没办法 对吧 人者见人智 智者见智 对吧 所以说这社区大学呢 说回这 社区大学呢 你转到大学 就一定能转 而且前两年还便宜 前两年还便宜 学费是普通大学的 将近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便宜一半 他那便宜一半 又不要语言成绩 或者语言成绩差一点 无所谓 然后还好近 对吧 然后截止日期还晚 然后加州甚至还有直接录取的协议 听到的都是优点 对吧 那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这边向来中肯 我没有什么要骂给大家的 咱就像不断当校说的 咱俩之间没有我给你发鸡蛋 送鸡蛋 你听我向上的那个 那关系 对吧 咱俩之间没有了鸡蛋的关系 所以那大家都是自愿点开看的 对吧 每期视频各个平台加起来 好几千多万点 大家都自愿点开看 有的甚至上万 那我不能拿枪逼的你看 对吧 咱俩之间没鸡蛋关系 它有缺点的 社区大学有缺点的 缺点在哪呢 你学着你把控好自己 那学着你把控好自己 我当年上社区大学 那真的是 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 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 我们当年那会儿 上社区大学的时候 那刚一进学校 旁边那一侧楼 全是那帮 嘴里吊着大烟的 学修汽车修理的 修理工 就很 也不叫很低廉吧 或者说是很 很蓝领的工作 蓝领工作也是比比皆是 教授也是 很多都是 你想教授他要都什么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为什么不去大学教书呢 基本上都是 要不是上班 过来挣点零花钱 美国教授也缺钱 我们当年社区大学 好家伙教我会计学那教授 那都是 吃了肥肉大饵的 我这在美国 我这不算胖 我跟你说同志们 你们别 真正你到美国看看 好家伙 那不是之前说 采访印度尼西亚 给美国人造衣服的工厂 好像采访印度尼西亚说 你们知道 你这衣服卖到哪去吗 那印度尼西亚人说 诶 这是衣服 这是给人穿呢 美国记者说 是啊 你们是给美国 美国 衣服品牌造衣服呢 哎呦 我们一直以为 这衣服是给大象 还是动物穿的 那美国大象 三百多磅 四百多磅的胖子 比比皆是 那有的一个车门 不推一下进不去的 真是 所以行政四色 什么样的都有 我们大学教授就是 那就是真是三百多磅的大胖子 进门都一晃一晃的走路 白天在公司里面当个会计 可能挣的不过多吧 晚上来社区大学 教课兼职 重点钱 有 所以社区大学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持住自己 把控住自己 所有上社区大学的学生 包括家长 其实你要学生明白住 这一点就足够了 就是你要学生 一定要明白 你今天上的每一门课 你的成绩 都是永久的 写在你的成绩单上的 不管你之后上大学 研究中还找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俩学生明白 你上的任何一门课 这个课 这个成绩 都将直接影响到你 两年以后 你能进什么样的大学 有些学生说 那你比正向的能够激发学生 愿意努力的点 有些学生说 我张老师我就想去纽约 我想去纽约干嘛 纽约大城市奢侈品多 好吃好玩的多 我想去纽约是吧 纽约你看 就是哥就那哥几个 对吧 NYU Columbia Columbia 还有稍微弱一点的Fordem 包括还有什么 Queens College 什么乱七八糟 Pace 那就不说那些了 包括Strollable 实习分校的方面 就那科尔底格 主要那几个玩家在曼哈曼了 对吧 你想去 你不得好好学 张老师 我就想 我就 我就想去加州 想去哪啊 我想去南加大 我说你想去南加大 你为什么想去南加大 他说 我想开 Masorali 我想开马上拉利 我说开马上拉利干嘛呀 他说我开马上拉利 我右边我可以摸人家大腿 我说好家伙 我说你有追求是吧 好 那你好好学 南加的马歇尔商区 厉害是他 那加州 那除了UC Berkeley UCLA的Anderson 那就是USC的Marshal了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好好学啊 你今天的成绩 你每一门课 你之后都能用得上 你不好好学能行吗 哎 学生 哦 那我看来你好好学啊 我说那不然呢 有些学生家里稍微穷一点 没那么多钱的 我说 想 以后想干嘛呀 啊 詹老师 啊 我想挣 我想挣大钱 我说你想挣大钱啊 那你好 那你进商区院管理学院啊 你跟钱打交道啊 啊 那我怎么进商区院管理学院啊 我说那你这个商区院管理学院都是美国大学里面要求最高的 3.5以上这些基本都是你好好学吧 你不好好学啊 那两门转学之前那两门经济学 两门会计学 你要不修好了 那你可进不去顶尖的商馆的院校 啊 什么 还要学经济学 我心想好家伙啊 这商馆的院校转学之前学生要学经济学都不知道 大家在转学之前有6到8门叫per business 叫商科的预修的大一大二的课程 非常的重要 两门英语 English Composition 1和English Composition 2 有些大学第二门英语课程叫做business writing 或者叫什么 因大学而已 但是跑不了的一定是两门经济学 Macro和Macro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 Macro和Macro和Macro 还有是两门数学 一门叫做calculus 微积分 一门叫做statistics 统计学 那么有些大学要求转学要上两门会计学 一个叫做principal of accounting 会计学技术理论 有一个叫做managerial accounting 管理性会计学 你把这六到八门课 你都学好了 都学成A了 你稳稳的转进前30没问题 你不信 你不信你不信你别看我视频 对吧 我跟你说就这么个事 就是这么个事 这事有什么难的 你把GPA平均在3.8以上 或者3.5以上 你把这六到八门课全是A 你看你能不能进好大学 学生说张老师这么简单的 难道不看理计学历吗 不看我是社区大学的吗 我说 我想太多了 真的 你想太多了 你只要听我的 你把这个3.5修好了 六到八门课 那你只要有这个决心 把这六到八门课修好 你有决心把 有些大学叫的不一样 比如有些大学是三个perspective 三个出发点 有些大学是十个出发点 反正不管他怎么说多少个出发点 他万遍不离其宗的 就是general education 同时教育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你要学点生物 比如说你比如说 在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里面 有化学 有物理 有生物学 海洋学 就是自然里面科学 就怎么运转的 你就是怎么学 怎么运转的 你学点 然后再学点人类方面的 人类学方面的 人文方面的 对吧 当个有文化的人 对吧 比如说学点什么 人类方面 不知道有什么 人类学 什么 绘画 什么 乐器 什么 乱七八糟的 就这些 还有是社会科学类的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 对吧 那经济学属于商科的 艺修课程 那还有本身社会里面 比如说社会学 心理学 对吧 你想一个学科 你比如想想天文学 哎呦 天文学 这应该是属于 但是算自然科学吧 毕竟那是自然界里面的科学 对吧 你想想 它有不同的 通识教育的课程 你得满足 有些人说心理学 心理学 那属于社会科学 所以每个大学 是有不同的 包括大学 一般会让你上一门 global perspective 全球的视角里面的 比如学一种第二 学个国外的语言 等等的 当个有志气的中国人 好吧 你别一个中国的语言 能过去 到 到有些学生说 哎呀 大学让我学第二门语言 好家伙呀 哎呀 我一个中国留学生 哎呀 我不会中文呀 那我理学下学 你们好好学习一下中文呀 好家伙 那中国留学中文 也一做 发现他的中文 比上面的老外 还溜呢 你谁教谁救了你 是不是 你别扯 对吧 你不要自己 蒙自己 骗自己 好家伙 上面有老外 人家学了三十年中文了 还停留在 你好 哦 这里是整个 我来教大家中文 然后你在底下 我那一做 哎 爷就听听你教中文 这考试 哎我教你还差不多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对吧 那但是全球视角 切换光也是很重要的 切换的视角 就是你要把通知课程的 不同的视角 这些课程上好 同时六到八门 商科的预修课程上好 你如果能把这些课上好 我觉得你钱 你来上社区大学 没有一点的问题 而且还能省钱 学费确实能省 而且好录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让步的方式 如果你直接进 包括有些学生直接进升好大学 他升不了那么好的大学 那么你想 比如说UC的Santa Barbara举例子 那是28名的宗派大学 你成绩非常优秀 高中 你才能直接升到UC Santa Barbara这样的学校 而且又是加州 大家都往加州挤 那不妨 把社区大学当成一个跳板 所以做事情 把一件事情的一个结果达成 像我们这种做资讯 做战略的 有很多种的方式 有很多种方式 对吧 有很多种方式 那么选择一种 自己最适合在自己这一阶段的方式 才是最重要 社区大学呢 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 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做一个跳板 不适合所有的人 这是个客观事实 但是 记住下面这句话 机会一定是 该有准备的人 所以自己要把持住自己 好吧 我每周有五个岛的 免费的资金时间 大家说我想联系到我呢 可以给我发表叫做 firstin.lastmanhandacy.com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我 PCMCHNS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